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4月13日 星期四 又一個惡夢出現 中共不僅要管你的子宮 管你的生育 現在 要管你 把口 要管你吃飯 大陸 大家都知道 從搖覽到墳墓 你一出生就要控制你 控制到你死為止 甚至乎你三代的子孫也要控制 現在 他們竟然提出 要弘弱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提倡截劍 反對浪費 大家記不記得三反五反是甚麼 反貪污 反浪費 反官僚主義 現在又回到三反五反了 把毛澤東的東西 全部都本殺出來 最update的資料 中共的國家發展改革位 發改委 他就說 要保障國家的良性安全 樹立文明新風尚 要傳統的美德 要提倡截劍 不要浪費 所以現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 其實也是發改委 發展的法 不是發立的法 跟有關部門深入開展吊熱 廣泛聽取意見基礎上 起草研究這份公告 會在4月10日至24日向公眾社會徵求意見 這份公告總共有8條 其中 最重要的最注目的是第3條 減少宴會餐飲浪費 提出盛辦宴會一般指50人以上用餐 而且多桌使用同一菜單的 餐飲企業 嚴格遵守反食品浪費要求 適量合理配搭宴會菜單 並明白標諒 公告 有關部門對宴會套餐特別是 酒店宴會套餐 單借1500元以上 不含酒水的宴會套餐 失行 重點監管 酒店 套餐1500元一圍 適時抽查宴會套餐和套餐菜品是否明碼實 是不是標明數量 質量 是不是質價相符 是不是存在明顯浪費情況 抽查餐飲企業是否違規設置最低消費 目前雖然只是 徵求意見階段 但公告發表之後引起網絡熱烈討論 有網友就調刊了 1499套餐大受歡迎 以後現請廣計要回歸八仙卓或四人小卓 以後就不要12人一圍了 八人一圍 四人一圍 甚至以後就一人一圍了 就是那些火鍋 一人一個爐子 比較乾淨的 很多網友就質疑了 究竟怎麼執行 是不是每一台 這個餐廳都有監控呢 是不是要找 10個人乘一圍五千元的帳單就寫五個人兩圍呢 還是每圍一千元地寫呢 究竟詳細地如何監管呢 這件事 其實出現了之後 中國的餐飲業 可以說是雪上加霜 現在其實經歷了武漢發炎三年 大陸的極端風控 很多餐飲企業倒閉了 中國每年有二千萬家企業倒閉 餐飲漸墜了一月 當然零售更加死了 零售沒有人買的 現在 連餐廳也有很多人倒閉了 這個情況其實不只是大陸的 全世界都是這樣 很多受不了 但是中國的情況最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 是完全 國家沒有任何補貼 不論是人民或者商家 英國我們有些做飲食的朋友告訴我們 政府補貼 這個八成人工 基本上是貼了一年多 所以 很多餐廳 基本上是不死得的 租政府也會出面幫你滑船 跟業主談 不開啊 只要銀行不用供樓 他們 大家都將就一下 可以將就的 開不到 他也補貼了員工的人工 員工還是政府約 亦不要加速老闆的壓力 大部分老闆 其實都能熬過武漢肺炎 當然有少部分都是熬過的 我們看到大陸變回來了 大陸是零補貼 甚麼都沒有 除了深圳派了 200元 少部分人每人派200元之外 沒有一個政府 政府 是有 給過任何補貼 受影響的人 沒有補貼不止 還要突然間停 根本 做生意的突然間面對突如其來 你說停就停 根本 我預了貨怎麼辦 沒有人理會你的 突然間一封控 所有東西都沒有了 所有東西都停了 一夜之間 基本上 他的生意走著灰龍 灰飛煙滅 一天 有5萬間企業倒閉 其中有多少是飲食呢 有多少餐廳呢 造成多少的員工 成為新業大軍呢 很多很多 現在 大陸又推出一個 好像怕餐飲行業不死的 1500元一圍 如果根據 每圍12人計算 就每人120元鬆一點 120元鬆一點 在大陸可以吃甚麼呢 當然啦 吃饅頭 吃大蔥的 當然是沒有所謂 吃水餃當然是夠吃 好一點的 是不夠吃的 因為大陸如果說飲宴的消費 其實比香港貴 香港現在 五千元也吃不了甚麼 只是給你那些垃圾 究竟這些改革 是想把餐廳放在餐廳 剩下的個體戶也殺了 還是他真的打算 為了糧食安全 他認為現在未來中國很快會跟美國打仗 跟台灣打仗 要侵略台灣 所以會受到全世界的封鎖 接下來就沒有糧食進口了 我們就要靠自己 所以 我們要節省一點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我覺得每一件事 現在大陸在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為了打仗而鋪路的 每一個政策 都是覺得我們明天要打仗 我們會被全世界制裁 我們要靠自己 所以 每一件事 他也開始 制定一些政策出來 這件事當然很可怕 原來你這個國家 每天都打算怎樣打仗 每天都打算怎樣死人 食物浪費 大陸的自助餐廳是不是應該禁止呢 這不是只是錢的問題 現在是你說到浪費食物的問題 自助餐最浪費食物 是不是不准開呢 酒店 是不是不准酒店開自助餐呢 那些五星級酒店要倒閉 大陸的酒店要倒閉 那麽以後 就沒有了那些比較高級的酒店 酒樓了 全部都可能在餐館 高級的東西都沒有了 你猜 張小飛那檔趙江南 你猜是便宜嗎 1500元在那裏怎麼吃飯 根本就不可能吃到飯 賣不到單 酒也不算 酒也最貴的 另外 你監管的問題 其實中共要監管就是監管到的 你只是看收費 一個人 不合理啊 除了人頭的嘛 你以為可以蒙運過關嗎 一桌 你拆開一個人一桌 你覺得你可以過關嗎 你只要用 支付系統 用了電子支付系統 你就沒有辦法 逃得過了 你吃了多少東西啊 一個人吃了10碟飯 吃10碟鬆嗎 說不通的嘛 所以他要動你 一定會動到的 到時又說你是失信人 凍結你的戶口 你就糟糕了 所以 接下來的影響很大 當然 有人問 怎麼監管 你以為中共做不出來 每一張飯桌就整個人面識別系統 看著你有沒有浪費食物 點多少送 不過 網友最關心的 其實這個也是其詞 浪不浪費 你們共產黨 是不是由你們帶頭反浪費呀 最浪費的好像是你們 普通老百姓 一年 只有1000多元 2000元 都不夠的 現在的醫療保險 醫療的補貼 你們的幹部 一個睡在ICU三年的老幹部就花了1000萬 那間 病房好像五星級酒店的總統套房那麼豪華 最浪費是你們 原來是這樣 我欺負給你們的 你們 別吃那麼飽了 以後一天吃兩餐好了 留給領導幹部 吃鮑魚 吃魚翅 要享受這個五星級酒店 你們就節省一點 千萬不要那麼浪費 這些東西 你說出來 你首先 個個都很反感 誰都知道最浪費是你們 工款吃喝 說的是萬億的 只是出來飲食 三公消費 工款旅遊 工款吃喝 工務車輛 現在 其實也禁了很多 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是不是由你們這些幹部開始做起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誰最浪費 誰最浪費 當年老母搞三反五反 其實就是 那個時代背景 就是打韓戰無錢 所以 打韓戰無錢 就要向這些有錢人開刀 向商家開刀 又搞三反五反 反貪污反浪費 反貪污你們就中招 誰都沒有中招 誰都中招 現在 又來了 說你們太浪費 你們 浪費食物 你們太浪費了 要幫你們節省一點 要叫你節省一點 這樣的國家 上糧不正下糧歪 誰夠你難大洗呀 說浪費 誰夠你浪費呀 只是核酸 浪費了幾萬億 做一些完全無用的事情 那些錢你們就不覺得浪費 市民吃多一頓飯 吃多一點錢 你們是不是吵怨吧 現在共產黨真的是管道 基本上 越來越恥不害 明天就管制每天配給糧食 可能要回到糧票 報票的時候 看看到時大家怎樣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好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 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 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